各位民生老师大家好,我们的主题是知足常乐,长命百岁 以下是我们的目录 为什么要开发创新地质香肠呢? 因为香肠在台湾的食用非常频繁 但是传统香肠口感较适合油腻 因此我们决定使用白木耳取代过多的油脂 让民众得到兼具味觉及享受养生健康之概念 以下是我们的创新动机及目的 近年来健康意识抬头 使得民众更加注意食品加工之议题 同时也更重视低脂、低钠、低糖等相关养生观念 以下是我们的创新目的 一、研究分析传统香肠的成分以及营养价值 二、了解不同年龄层对于低脂香肠的消费习性 三、开发可口美味的创新地质香肠 四、探讨民众对于低脂香肠的喜爱程度及购买意愿 接下来由作品特色与创意特质得知 SWAT分析的优势在于使用具便捷性 劣势在于制作成本高无法量产消费时 机会在于建立粉丝专业能吸引消费者注意 威胁则是品牌香肠有一定的市占率 四批分析包含了产品、价格、同路以及促销 我们利用文献探讨法来了解香肠的相关资讯 再利用实验法算出香肠的热量及营养成分 最后用问卷调查法来了解民众对本产品的接受度及喜好程度 以上是我们收集到有关较知名的香肠品牌的热量及价格的差异 接下来是猪肉与白木耳的营养价值 猪肉含有蛋白质、维生素B、防血栓以及滋养皮肤等功能 白木耳其中的酸性多糖类物质能增加人体的免疫力 在logo设计方面 我们设计了女人化的香肠小姐披上白木耳围巾 充分结合了主题 做出可爱插画的风格 在包装上我们也附上食品、使用说明书以及延伸菜单 让消费者在家中能简单空调 以上是我们的制作历程 我们以白木耳取代被纸的成分设定为50%、75%以及100% 并进行乱数编码 让消费者在进行感官频频时不受频频的影响 以下是我们的香肠制作流程 在香肠成品比较中 经过问卷调查结果 得知产品5208原位以及031875%白木耳取代之香肠 教授大家的喜爱 由此可知 即时取代油脂也不影响各方面的结果 研究者及业者之建议 本次产品以白木耳取代油脂 建议后续研发者可以使用更多不同的食材 或者开发不同的口味 让民众有更多重的选择 而本产品使用手工制造 无法大量生产 建议后续业者可以使用机械化量产 让产品扩大生产量 走向国际化 以下是我们的报告 谢谢大家